这天梦牙一大早被热醒 随后立马到有冷气的房间准备睡到中午过后 没想到刚要准备开始享受 空调却开不起来 接着梅牙过来试了好多次 也无济于试 梅牙赶紧打电话给电气行的师傅过来修理 然而他们要到傍晚才能过来 随后吃饭的时候 由于天气太热导致一点食欲都没有 接着两人就开始抢着吹风扇 经过一番你震我抢后 结果风扇断成两节 这下可惨了 连风扇都没得吹了 于是梅牙和梦牙打算去商场蹭冷气 但小新要看动感超人所以不想出门 梦牙表示天气会越来越热 没关系了 因为小孩子疯的孩子 随后姐妹俩就出门了 小新则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电视 妈妈真的一点都不了解 动感超人好看到 可以让人忘记真心热 然而此时动感超人在跟关东主坏人战斗 结果小新却越看越热 片刻间小新就热得满头大汗 表示第一次看动感超人看得这么痛 于是打算看可爱屁来放松一下 结果可爱屁居然在吃着热乎乎的火锅 此时小新已经热趴在地上 居然有这种30分钟都没有魔法 一直在吃火锅的剧情 实在没办法 小新赶紧打开冰箱来降温 但想起之前美牙的教训 于是害怕的赶紧又全部关掉 接下来小新打算去院子里玩水来降温 结果吹了老半天费了好大劲 才想到游泳池之前已经被小葵给弄破了 这时看到小白趴在地上 小新以为这样应该会比较凉快 于是赶紧也挖了一个坑 紧接着学起小白趴在地上 觉得效果不错很凉快 这时小新突然脑洞大开 要是挖个地下室 这样应该会更凉快 随后小新就拿出铲子准备开挖 挖之前要先把草给拔光 就这样在小新的努力下 院子里的草瞬间就全部被拔光了 小新觉得辛苦工作后觉得好凉爽 这时美牙和梦牙也回来了 看到院子里的草被小新拔得干干净净净的 第一顿表扬